还有采末这四种表现方式来表达我要创作的主题和理念 来表现我的创作的方向 主要创作方向是灵感来自大自然 还有人文环境给我的一些影响和感受 大自然我主要取材于山水树木花草 这些自然的景象景观 而人文方面也跟现代的女性的思想 还有原住民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情形 给我的灵感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写意方面的一种意象 所以这次的展览的作品 你们发现有写实写意还有抽象等多元化的题材 这是我所要表达的方向 让我在写实写意还有抽象方面能够发挥我想要的表达的一个意念 以上是我创作的一个主要理念跟方向意念 她毕业于她的私立私院 现在是艺术家与人文专业老师 之后她成立采风艺术空间 不愿地成为一个艺术根源者 十方新闻华片成立上高雄才有岛 理解诗情在抽象与写时间 传达心灵的平静与安定 艺术家区域间她都绑各地的旅程 会这么多元化的创作有关于水墨 彩末 水彩 油彩 是因为我想要多元化的一个尝试创作方向 一个材料的使用的一个很广泛的创作的一个性质方向 让我能够发挥我想要的表达的一个意念 我最喜欢的一幅是女性的沉思那一幅 女性的沉思那一幅呢 是我经历从年轻到现在所观察到 我自己本身经历到一个女性 现代的女性要经历很多种角色 所以她们在沉思要如何扮演好多元化多方面的角色 尤其是结过婚的女性朋友 她在一个新家庭一个家族里面她所扮演的角色 她必须透过很多沉思 尤其是职业妇女她的角色更是多元化 所以她们需要扮演现代的新女性 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 一个沉思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扮演角色 让自己能够适应得很好这样 产生创作的激情与动力 从而绿琴与景 以景抒情 真实且踏实地接触了大自然 更多的是对陈宰自己 对大自然的认同与发声 在创作的冲向与写实 华红之间 现场与人的梅合 升华至一顺天的完美 十二天皇上 陈毅上高雄才能到 华人经验图的早期发展 出唐主要依止又是华人 圣唐后则是八十华人 华人经产生的华人造像艺术 于唐代开创以来 在华人中和当时的宗教氛围推广下 使得相应造像活跃于历史舞台 我研究的主题呢 是东皇末高窟第八十五窟 那个华人经变里面的 陆华界评图的一个思想意涵 那其他对那个就是晚唐华人信仰的一个传播的功能 跟他的一个艺术价值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第八十五窟呢 因为就是在我们都知道 东皇末高窟呢 它现存有四百九十二个思窟 那里面呢 保存的华人经变有三十部 那这三十部里面呢 有就是那个在晚唐的那个第八十五窟呢 它是晚唐的 那这三十五窟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